飞鱼AK2000C如何拍摄轨迹延时 飞鱼AK2000C的轨迹延时功能是指 稳定器在指定的时间按照指定的路径旋转 并结合自动拍摄功能 最后得到的轨迹延时摄影作品 左滑屏幕 点击自动旋转 点击时间设置 菜单内依次为 航向 指航向轴从起点到终点旋转需要的时间 扶仰 指扶仰轴从起点到终点旋转需要的时间 间隔 指拍摄两张照片之间的时间 停留 指触发拍照之后云台的静止时间 注意 航向时间除以扶仰时间 需大于间隔时间 大于停留时间 拨动摇杆调节合适的航向轴旋转时间 扶仰轴旋转时间 间隔时间 停留时间 向右滑屏幕返回菜单 点击路径设置 搬动云台至拍摄开始位置 点击OK 再次搬动云台至拍摄结束位置 点击OK 云台开始沿设定轨迹自动拍摄 拍摄完成 点击退出 稳定器复微